人有很多的薄弱环节 你得防卫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 塞帮子 这不击倒开关吗 你自己打一打 你自己 很晕是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劈瘸的甩锤 往这儿你看 什么感觉 晕的是吧 又骂又晕 这些地方 你看人影血会很疼 像这一带 包括耳朵 侧面这一带 还有后脑 再有就是像内部的 这一块地方 抓一抓都很疼 我们看似接应的胳膊 都有薄弱环节 比如说像这些地方 你想出瘸打 或者你想删我巴掌 一出瘸 我是用这个 你试试什么感觉 一甩你就抬不起来了 再比如说像这个 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看似胳膊很接应吧 瘸风一甩 很快起一个晶包 有的人说打不着 打不着是因为 你自己没有裂好 你裂得多了就打着了 再比如像拖拽的时候 我们要拽人 都不会这样拽 这样抓住以后 你看用这种瞪 你看拿住以后 用这种挂法 一瞪 一瞪你会 你会 眼睛一分 你会这样 它就相当于 打着你后脑似的 所以这种拘法 叫出手如钢触 收手如勾干 钢触 勾干 出手不空回 拽住你就要瞪 传统武术中 就经常讲这个瞪 这个瞪很有用 上擂台 它一点作用都没有 因为你不管戴什么手套 你都抓不住对方 你会不会再帮你 我会不会再帮你